7月26日香港人气女星周丽琪现身杭州为某品牌站台宣传 一件黑色的连身短裙把妮可的眉腿展露无遗 最近周丽琪正在横电拍摄大汉贤后魏子夫 近40度的桑拿天也让身着华丽古装的妮可不堪言 采访时她也透露为了贪良自己私下穿起了小背心 不过还是在剧组不幸中暑了 现在我在剧组里面男生全都不穿 女孩子小背心最多顶多再配一件衣服都不行了 我也是以前我在香港从来不会穿一小背心出来跑来跑去 现在都已经无所谓因为真的太热 而且我前天中暑之后我发现原来中暑那么辛苦的 真的也杀了在场人士也杀了他们一跳 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中暑都给了 我没想到我以为自己很强 此前周立奇与黄宗泽合作的好心作怪收拾成绩喜人 于是粉丝们也十分看好他们这对迎贫情侣 对于Bosco的花名在外周立奇显然有些害怕 看来两人是不可能在戏外结缘了 不会很开心 我最怕就是言之什么情侣跟林峰就传绯闻就烦死了 现在很好就是没有这个压力 而且挺爽的因为在心里面我老是要帮他 而且我们好像气底下也是互相帮忙 现在比如说媒体问我他的绯闻我就不知道 我要是他的一些绯闻别问我 因为我真的不会八卦认真事情 而且我作为他姐姐一定要保护他 此次周立奇在剧中扮演平阳公主 与林峰上演姐弟情深 虽然两人此次没有眼成情侣 不过却让Niki很是放松 这部采访时周立奇还不忘为绯闻缠身的林峰打圆场 我跟他虽然也是单身现在 但是没想到要跟他在一起 或者我觉得他也没有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在五六年前已经合作过拍戏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就没有火花 到了五年之后再拍 在戏里面我知道很多人喜欢我们淫默的那对 我很谢谢大家 他们觉得很般配 我也觉得挺OK的 看这个镜头里面 但是我觉得戏底下真的好朋友吧 可能缘分就是这样子 大家希望但是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感觉 对 好朋友吧 好朋友会比较好 而且他有很多女孩子的一些绯闻 我不知道是真正假 我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我也没问他 所以他也应该有他的一个想法吧 但是我们爱你 有很多朋友 我就接受你